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Hello 各位 大家好 今天是8月28日 為甚麼要特別提出這日子呢? 其實就是因為一個月前的今天 就是大家剛好慶高採烈 慶祝英超拿第三 明年有歐聯 還在憧憬下年要拿歐聯 聯賽爭冠 一大堆東西 很正面的 但30天之後到今天 整個萬聯球迷圈裡面 一片哀雄 全部人都很低 其實最近沒有甚麼特別的確切消息 人家有很多簽約 我們萬聯真的沒有 所以我趁這段日子 我都不斷去留意著 包括本地和外地的萬聯球迷圈 包括Instagram Reddit Twitter 全部我都刻意去留意 真是全世界的萬迷都是很低的 說的話 一片的負面 非常憤怒 即是罵完木仔 罵格拉莎 然後開始有人罵蘇斯亞茶 即是之前歐巴布出局 所有露氣都發洩出來 那情況是怎樣呢 我自己覺得 差不多等於當年 莫耶斯那時候 這樣的情況 但大家知道 其實情況 跟當年比較 現在好得多 我不是很明白 大家為何要生氣成這樣 當然還有很多負面的事情 普巴又說確診 麥加亞也有罪 一大堆事情 所以我今天這條影片 很想跟大家 分析一下究竟發生的事 我們對球 為何會陷入一個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們不至於要這麼仇 要比我們仇的球隊有很多 所以我們今天 逐件事來說 第一件事一定困擾大家最久的 就是新組 過去一個月 我真的可以用 鬧劇這兩個字來形容 新組 我們回顧一下 到底新組 為何帶給大家 這麼多問題 其實回想一下 剛剛聯賽結束的時候 當時消息是怎樣說呢 就是新組 聯賽結束之後 確定到歐聯席位便會來 其實我那時候 我也相信 因為歐聯席位 對於頂級球員來說很重要 即是新組 斷猜他不會上來打歐霸 所以拿到歐聯席位便會 肯定要來 其實是合理的 我也相信 但問題就是 一直到聯賽結束 去到歐霸 其實到歐霸之前 也有十幾天 其實你如果真的要簽一個球員 你說到 即是錢都準備好了 球員又上來了 其實十幾天應該解決到 所以去到 8月6號 即是真的歐霸盃開球 都未簽到 那一下 我就覺得有問題 即是 我真心覺得有點危險 接著我們聽到些什麼消息 就是8月7號是deadline 8月11號是deadline 接著再離譜一點 再傳說 踢完歐霸盃 我們便會解決 這一堆傳聞 其實沒有任何官方認證 包括 即是那些 可信性高的傳媒朋友 我再檢查一下 從來都沒有說過 即是這些 那些結束 說別人打完歐霸盃 就會來 其實都是 只虛烏有的 不知哪個地方傳出來 即是一些吹水的媒體 可能是太陽 鏡 那些報紙說出來 所以其實這一堆的東西 我從來都不相信 即是你問我 你說有什麼deadline 為何要相信有deadline 即是如果一間球會 想賣他們的當家球星 你過了deadline 他們都會賣給你的 即是如果他們想賣 你什麼時候跟他們買 他們都會賣 如果他們不想賣 的話 那他需要設定一個deadline 其實是直接不賣 就可以了 即是非賣品就可以了 需要有deadline 他說得有deadline 其實已經從來都是一件荒唐的事 我自己真的不相信 但我知道在座的各位 即是很多萬迷都是糾結了這些數字 說八月七日過了有沒有 說不知星期幾有沒有 其實這些是不用相信的 即是說這些 你自己自尋苦見 即是你自己拿屎上身 是不需要的 這些煩惱是多餘的 那到底現在是什麼情況呢 即是我自己 我沒有什麼內線消息 即是我從我自己的個人角度去 去跟大家分析一下 好老實說 我自己覺得 多蒙特的角度 即是他都站出來告訴你 很清晰的 他是不需要賣的 即是如果他是用一個正常價錢 跟他們買 他一定不會賣給你 這個態度 已經是明確到不能再明確的了 但是 即是根據他們的往績 只要你肯給一個over price的價錢 即是高於他們的心裡的市價 他一定會賣給你的 即是包括奧巴米洋 以及這個之前的單比利 就知道了 所以就是價錢都說出來了 1.2億 這個我相信不是錯的 即是傳來傳去 都是這個數字 沒有理由傳親都是同一個 即是如果你吹水 可以吹大一點吹小一點 大家知道了 其他球員那些 很多出入的 所以之前也說過幾個Bit 即是萬聯說過 即是交過六千萬 即是六千萬 即是六千萬 加上六千萬 的Bit 是被人否決的 所以我們看到 多蒙特一定是需要大部分的Cash 即是立即給他 那你新組那方面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擔心 即是他明顯有想來的意願 是很明確的 但他亦都表達了他的職業球員 那一份的素養 即是他不會有任何的霸分 所以如果他要霸分 即是那些衰仔 那些不忠誠的球員 他一早就做了 即是如果他要做 我相信一個月前 就做了 逼了工 那既然他沒有做 即是之後都不會做的 我相信他的角度 他想來萬聯 但如果他來不到 他自己都不會有任何問題 即是他亦都樂意在多蒙特留多年 即是這麼年輕的一個球員 下年都是21歲 即是下年才離開 其實我對於新組來說 我相信問題不大 那來到我們萬聯的角度 你新組 其實你多蒙特 就明顯要日價才肯買他 其實萬聯我相信都心知肚明 即是現在的處境他很清楚 就是一定要做一個水魚 才能夠買到他 但問題就是現在的情況 就是你都說了出來 即是爆了 已經通了天了 你一是就做水魚 一是就被球迷罵到你貼地為止 即是其實現在在萬聯的角度 是只有這兩個選擇 一是就做水魚 我自己覺得 你問我 我覺得最後一定會做水魚 1.2億買的 即是就算幾貴他都要買的 即是他承受不起我們 這麼多球迷的譴責 或者責罵 即是你 你見到現在萬聯是不敢出聲 即是根本所有東西出來 闢謠又不敢 說他一定會買又不敢 甚麼都不說 甚至其他轉會消息都沒有 你可以見到萬聯 其實一定是很專心做的 這單交易 我自己認為 就算真的買 應該都還要十多天 即是不會這麼快 原因是什麼 就是 第一 就是萬聯 我一直都說了 其實錢銀上 絕對是不寬喻的 你可以想像一下 大概我們 現在只有八、九千萬現金 如果你要買 就真是全入 一元都不會剩下的 其他的目標 你是不會買到的 所以 我們現在又稱不上 我們的勇元 即是 市摩寧、中司 盧祖那些 還沒有甚麼聲音 你如果這一刻 買了新組 其他日球員 譬如你說 突然間有甚麼目標 即是有中堅 有潛力 又肯離隊 我們是沒有辦法 有任何餘地 所以 最近看到我們有些新聞 即是 你以那個新仔中堅 我們正在出價 即是很明顯 我相信 在萬聯的角度 即是高層的角度 是想持久一點 直到我們賣到人 即是真的有多少錢 寬喻 才真的會落必去成交 我覺得這件事 是合理的 第二方面 就是 多蒙特 即是你去賣一個球星 其實他都需要 跟多蒙特的球迷交代 即是他不是 沒有買任何的替身 就突然間賣給你 他們的高層也很麻煩 所以 他們一定要找到 太新鮮 其實傳了兩個出來 一個 就是以前的舊槍迪比 另一個 就是沙霞 我相信 都不出這些人選 所以大家 接下來要做些甚麼 關於新造這件事 不用看太多 你只需要看著兩件事 一樣就是萬聯何時賣到人 一賣到 成交的機會就更加大 第二方面 就是看看多蒙特 何時簽一個替身 真的簽到替身 我們單丟先會成交 否則 你真是再看下去 你真是被 報紙佬折磨 這個是自己自討苦吃 是不需要的 第二方面 我們再講一下其他球會的進度 我相信除了新組之外 另一件事令到球迷 萬迷 這麼憤怒 就是因為其他球隊的進展 比我們更好 當然其他球隊裡面 最黑人真的隊 一定是車路士 令到我們最討厭 最討厭的就是車路士 因為他們已經來到 我拍片的這一刻 已經簽了五個球員 前面的兩個 Timo Weiner 和Sidia 大家都知道 然後他們五千萬 簽折維爾 大家又是流口水 即是又簽到英超 可能是第一第二的左閘 然後還有兩個 FREE TRANSFER 一個是泰古斯華 一個是發甲的 新兒子中堅 阿生 其實你看回 簽了五個人 的確是很快 我又覺得 不可以忽略其他客觀的因素 因為車路士 一方面 大家知道 上年有轉會禁令 所以 他們沒有花過錢 今年 其實是把兩年的預算 都花在一年 所以他們買人 疏喪點 快點 其實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你看到其他球隊 都沒有一間 像車路士買得那麼爽 即是他們把兩年的錢 用在一年 我都會用 一定是買得快的 第二方面 其實他們 賣了兩個重磅的球員 都是未開頭的 一個就是夏薩特 即是夏薩特那一億磅 還有五千多萬 莫拉達賣去馬體會的錢 其實都還沒有花 所以他們的銀彈 絕對是豐厚過我們的 因為加上了這個幼王 自己都出來宣稱 自己會對回車路士 有熱情 所以 他們錢多於我們 買得快 我們又是合理的 還有第三方面 就是我們跟他們有些不同 車路士其實今季 是走了兩個主力 大家不要忘記 這個 踢了很多年 主力的韋利安 走了 還有其實一直都踢 雷滿主力 除了今季之外 之前都一直踢 差不多正選的柏道 他走了兩個正選的主力球員 其實你買回多少球員 其實是合理的 你對比我們 我們除了賣了路卡古之外 真的沒有走過 又不合主力 你剛剛說了兩件事 我們去年 別人沒有買過 人主會禁令 我們一直都在購買 麥加亞 雲比沙加 搬奴 這些大家不可以忘記 我們加上的簽約 我們都簽了五個 麥加亞 雲比沙加 搬奴 然後還有 印下奴 其實五個對五個 你算回兩季來說 其實是一樣的 大家買的人是一樣的 使用的錢我們都不少 蘇斯亞茶加起來 現在使用的 超過兩億磅 這幾個球員加起來 都不用兩億 所以大家使用的錢差不多 只不過我們上季使用了 然後冬季使用多次 我們現在沒什麼錢 是很合理的 我不覺得大家需要 灰心到說 別人車路士全部都是很精明的 老闆 很精明的主會經理 我們萬聯的全部都是垃圾 我覺得真的不需要這麼偏激 大家放長雙眼看 到最後 車路士可能會簽了夏威斯 但如果我們簽了新組 其實真的是六個對六個 分別差不了多遠 級數也不會差太遠 所以大家是正確的 我認為我還沒絕望到他這樣 另一對值得一提 就是熱刺 車路士和我們都是花大錢做大事的球會 熱刺是沒有錢的 大家都知道他起完球場 本身也沒有錢 但他們這個轉會槍 暫時來講 做了三個交易交易交易 我自己都覺得是挺刺激的 第一 大家都應該知道 這個賀積茶治 就是1500萬磅買回來的 中場非常實用 高大 有腳法 全球簡潔的 我相信對於摩尼奴來說 是一個他自己會覺得很好用的球員 第二個 是祖赫特 不用錢 簽回來的 他們走了後備門帳 和武 簽回後備門帳 其實是很合理的 加上祖赫特有英格蘭的 英人的戶口本 他是可以做到 熱刺不夠英格蘭人的缺陷 是可以補到的 所以零元去簽到這個祖赫特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簽約 你願意簽它 不代表祖赫特肯來的 對嗎 所以還有第三個 這第三個簽約 我覺得最精彩 就是這個狼隊的右閘 杜赫特 這個杜赫特 大家可能 不是太過留意到他 是一個比較低調的球員 1200萬加盟熱刺 非常之便宜 我可以這樣說 因為杜赫特 雖然他年紀比較大 28歲 但其實他今季球隊的表現 我可以說 除了阿力山大亞路之外 可能他是最好的右閘 也不奇怪 大家可能說他的數據出來 大家會嚇一跳 他今年的數據 有七球五座攻 對於一個右閘來說 遠遠高過我們的達洛特 高過我們的雲比沙加 進攻來說 我覺得是僅次於阿力山大亞路 還有一個數據 挺令人震驚的 他是傳出關鍵全球第二多的球員 第一就是阿力山大亞路 對於右閘的球員來說 還有一個數據 就是他進入對手禁區的次數 是全英超 後防球員裡最多 中堅右閘加左閘 全英超是最多 我相信這個球員 也是一個超值的簽約 即是他們賣了卡爾獲加比特斯 剛剛好12萬 蓋回12萬 但他們後防的質素 明顯提升了 所以下年其實有很多目標 很多競爭對手 你問我是否真的爭到冠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今年的簽約 就算你問我 如果簽到2個3個 其實是否一定贏到冠軍 我覺得都不需要太多的奢望 即是你能夠入到前四 或者有些增冠能力 我覺得我已經收貨了 所以大家 我覺得不需要太過著緊 去責罵球會的簽約 即是其實 來到這些這麼艱難的環境 即是說 肺炎之後 今季都不會有太多收入 其實謹慎些 有謹慎些的好 如果今天 或者一個月前 用了1.2億 即刻簽了新組 其實都一樣 可能會被球迷罵 大家想像一下 回想一下 當日簽物間 簽八千萬 九千萬 其實不是一樣被人罵 今天他簽了新組 又被人罵 所以不簽新組 又被人說他沒有野心 其實萬聯的高層都很難做 所以我知道 格拉莎那些吸血 拿我們萬聯賺錢 有很多壞事 但我覺得 不需要太絕望 各位萬迷 最後一件事 我想說一下麥加雅 這個麥加雅事件 我覺得大家都有點過敏 為什麼這樣說呢 麥加雅這件事發生之後 我看到很多萬聯球迷 都是罵他的 其實 事未明朗之前 他罵自己的球員 我覺得是很不理解 我自己真的不理解 特別他是我們的隊長 其實今季他很盡職盡責 雖然大家罵他 說他沒有什麼領導力 不懂得叫醒自己的隊友 激勵士氣那些 但其實他一直都是勁勁業業 沒有做過任何壞事 之前受傷帶傷之下 他繼續幫你頂著出場比賽 大家又忘記了 其實麥加雅沒有什麼值得我們去黑的球員 他是一個很平實的球員 很盡職的球員 再說回這件事 其實現在叫做希臘的法庭 判了有罪 但是大家還知道 可以上訴 大家應該都會覺得很闖絕 這兩三天突然就說他有罪 我相信他的守證都做得很粗疏 而且他今天出來受訪 我絕對是相信麥加雅的人格 他不會說謊 他說到他妹妹是被迷魂了 不知用什麼方法 藥物或者針筒等 弄魂了他 接著他們是倉皇地逃走 離開那間酒吧 而去到途中 是被幾個人去圍他們 而自稱是警察 他當時說到自己非常害怕 以為自己被綁架 因為那幾位人士 是有對他們做出攻擊的 有踢他的腳 甚至說說 我現在要令到你 不能再做這個職業扣員 所以見到這件事 其實我不認為麥加雅的錯是很多 其實你聽起來 已經覺得他在智慧著 在那些情況下 加上可能言語上 不是太通的情況下 有誤會 我覺得都是一個很合理的解釋 還有 在一條街上被幾個人截低 而且是便衣 他說是警察 你怎麼認到他是警察 又沒有證明 我覺得擔心 甚至作出反抗 是一個很合理的舉動 所以 對於麥加雅來說 這件事我不認為他值得這麼多指責 我希望 作為一個萬迷 是需要支持自己的球員和隊長 直到他上訴完那一刻之前 他都是沒有罪的 大家要知道 他不值得這麼多指責 我們需要更多支持他 今天講到這裏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留言 還有幫我按個讚 有能力的朋友 記得加入我們會員的 加入頻道的會員 我會有更多的影片 還有直播送給大家 今天講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